在2018年以前 那時候就讀北一大 那時候去修了 藝術管理研究所 吳瑪麗老師的課 那堂課是在討論藝術跟地方 然後跟社群的關係 那堂課老師也特別邀請了 在馬祖做社群營造 還有做藝術介入的一位學生 廖義美會來跟我們分享 他那時候就有提到 他對馬祖的一個觀察 他用创傷的失語狀態 進入馬祖這個地方 在聽到這樣子的歷史 了解他的脈絡 這件事對我來說是蠻衝擊的 然後也因為我其實 從說是論的開始之後 還蠻關注當代藝術 他怎麼去回應歷史創傷 然後藝術家怎麼樣去 處理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如果島嶼會做夢 這個展覽 起源自馬祖北甘島上 有一個儀式叫做奇夢 那這個儀式 如果你多麼有困難的話 你可以請戴夢人來協助 戴夢人就是感應比較靈敏的人 他可以比較容易入睡 藝術家對我來說 也許就像是一個這樣子的 戴夢人的角色 戴替誰做夢呢 我想的是 他們是不是能夠 替馬祖這個列島來做夢 因為過去在以台灣中心為主的論述 其實很多時候是忽略了馬祖的 馬祖作為一個前線 他長期的接受了很高密度 然後高壓的軍事管制 他其實是因為要服務台灣 然後他其實在前線做了非常非常多的 這樣子的一個犧牲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可以跳脫 比如說政治的這樣子的一個框架 或是他就說黨派的色彩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比較好的去理解 這個島嶼上發生的事情 他們經歷過的戰爭遺留下來的創傷 過去在研究關於創傷很多 他可能是無意識 他也許會透過在夢境裡浮現 或是他影響人前意識的一些行為 然後所以我就在想 這兩者是有沒有可能有一些連結 像一個通道這樣去把它串連 所以我希望透過戴夢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能夠讓藝術家去捕捉這個島嶼的面貌 然後去感知這島嶼發生過的故事 再把這些東西從馬祖帶回到台北當代館 來讓觀眾他們能夠進入這個藝術家 一起跟我們合作創作的馬祖人 我們共同建構出了這樣子的一個夢境 也許我們可以在之後 當我們要討論更多台灣跟馬祖 或是其他的議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更多的開放性 然後可以有更多的可能 這次有展出了五位藝術家 三位台灣人 然後兩位是法國籍的藝術家 那反而我覺得台灣藝術家他們其實在面對這個題目的時候 他們會很擔心說 不想要就是用自己的生命經驗去代言這個島嶼 有趣的是那法國藝術家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外國人 所以他反而不會特別去區隔 他反而可以就是比較自然的 好像去捕捉去接近這個島嶼 可以看到本國藝術家跟外國藝術家 他們同樣在面對這個題材 像他們的角度的不同 這次的計劃 其實也是在一個有點壓縮的情況下 我們作為一個外島人不能長期的停住 所以我們都是透過很密集的方式 很密集的停留 然後田野訪談 然後做製作 所以在這之前 我們就會拉長事前的籌備 研究跟溝通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執行策展 然後第一次做委託製作 這樣子的經歷 也幫助得很好 去瞭解說 每個藝術家他們獨特的創作的狀態 在透過好的溝通 然後透過對地方的了解 然後去牽引 然後創作出 真的能夠去回應地方的作品 就是第一次覺得自己憑什麼去 講別人的事情 講別人的故事 就是我的脈絡跟我的背景 都跟這地方沒有關係 所以才會覺得 在台灣做的很多資料 然後對啟夢找的資料 其實到最後都沒有用上 我覺得可能也是無它的關係 無它不能說謊 然後你不能憑空創造一個感受 所以是真的在那邊待了那些日子 然後真的感受那邊的氛圍 然後那邊的人 那邊的整個氣氛之後 才長出東西來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 在做作品中的一件事情 這次的展覽 我還是做一個聲音的作品 可是那個作品的樣子 算是一種斷變 所以有音響 有文字 有聲音 我想問是馬祖的聲音是什麼 我去問一些人 住馬祖的人 這個問題 想說馬祖可以聽到什麼 你覺得最奇妙的聲音 還是最有趣的聲音是什麼 那他們就會回答我的問題 從他們的角度 他們怎麼聽馬祖 我這次的作品名字叫做 《在燈塔的日子》 其實這件作品是源自於我兩年前到燈塔住村的一個月的經驗 然後這次的作品主要是我兩年後又再次 就是把過去在那邊兩年前當時在那邊拍的照片 再以藍賽的方式去呈現 我這一次感受最深的其實是 時間過了兩年了 然後又再次回到那個地方 會覺得我看到這些照片的時候 本來已經稍微產生一種夢幻感 可是我又回到這個地方就是那個夢幻感 就是有點像是想像中又再疊加想像的那種感覺 很像是我們平常在看一些老照片看 可是你又回到了那些老照片的地點的這種感受 我覺得這種感受是我這一次印象比較深的 我這次在馬祖座的作品是工作坊 目的是蒐集居民的回憶想像跟感受 我發現就是整個馬祖座還處於軍備的狀態 像是你會在海邊看到鬼條寨眼車嗎 所以我非常好奇就是居民他們對地景的身體感 到底是什麼 那這個工作坊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我邀請每個居民剪一個石頭 並跟大家分享這顆石頭對它的意義還有故事 那第二個部分呢我請每個人蒙眼睛走進就是馬祖裡面的坑道 那他們在閉眼睛的時候觸覺會被放大 他們透過這些觸覺會聯想到自己小時候的回憶啊或其他生命經驗 第三部分呢我介紹心理地圖的概念 請大家把他們在前兩個活動中想到的感受啊想法跟故事 拼成一個心理地圖 最後呢把工作坊還有我對馬圖地景的感光經驗變成一本書來讓大家體驗 所以我開始講和居民在網路上 所以是想法和恐慌, 如何面對恐慌和恐慌。 當然,我沒有任何解決。 這篇範圍並不是提供你的解決, 而是想問人們, 如何處理這件事, 如何處理自己的方法和恐慌。 所以我覺得藉著這個展覽, 他提醒了馬祖的很多事情。 譬如說,我看到其中有一個展品, 有一個產品是赤典, 就是他認為馬祖給他一種非常尖銳的, 非常粗糙的,非常粗糙的, 非常艱困的一種感覺。 非常深刻地把這種感覺描繪出來。 其實就是馬祖人自己早期承受的。 這種感覺只是沒有像他表現得那麼具體。 這算是真的在馬祖的藝術史上, 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一筆。 覺得很感動,我覺得是, 就像我跟雨婷第一次見面說的那句話, 你真的也是圓了我的一個夢。 然後這個夢是你來完成的。 我覺得我就是很想要馬祖能夠更多元的藝術呈現。 因為可能我們自己從小就想做一個創作者。 那我覺得真的很期待說, 未來他可以有更豐富, 然後更多元的藝術表現跟與惠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MOCA的管員都非常的專業。 就是他們是我很好的後盾。 基本上他們對於車展是非常的尊重跟包容。 基本上我提出構想, 他們不會覺得說怎麼樣不行。 他們反而會想的是說, 然後做這件事呢, 我們要怎麼樣讓他來實現。 所以包含從展場的規劃, 然後包含講座活動的設計等等的, 他們都是我覺得是非常很全心全力在支持, 讓這些事情可以發生。 我覺得真的很感謝這個計劃。 因為在此之前, 我其實沒有機會獨立地去完成一個展規的策劃。 這個計劃它其實是有很多的開放性, 就是它其實它從頭到尾也沒有限制我說我一定要怎麼做。 對,它其實就是給予我資源, 給予我跟館所合作的機會。 如果島嶼會做夢, 這個策展題目本身就非常的實意, 然後也很優美。 那我們在看到策展提案的內容的時候, 就覺得它其實不但充滿了在現地考察的一些豐富的這個元素, 還有有關聲音的檔案, 還有有關這個攝影跟人文的部分, 以及有一些肢體的這個作品, 在現場都可以看得到。 是一個非常豐富而多元的一個展覽。 其實不管是Mocha Studio或是我們的主展覽, 我們的展覽組的同仁們都會一視同仁, 非常盡心地為策展團隊服務。 策展人培力計劃的這些策展人, 他們在進入美術館的展覽的經驗, 不見得每一位都是非常充足。 但他們其實對於策展的想法, 都會帶出很多讓大家很驚豔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提供的協助一定是在這個管務的行政上, 以及呢,比如說包含展間的規劃, 包含教育推廣活動如何進行, 還有我們的行銷會如何連結。 這些是我們可以提供的最大的服務。 同時策展培力也帶給我們去跟青年策展的一個溝通很好的一個橋樑。 尤其是其實當代藝術就是不斷滾動, 不斷跟當下發生的一些關係。 所以我們非常希望能夠經由這些青年策展人的眼光, 能夠看到最新的策展方法以及最新議題的一個觀察。 作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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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 李宗盛 李宗盛